立刻来关心的是前总统李登辉 今天发表了一个重大谈话 当然媒体记者非常的好奇 就来问了今天的谈话内容到底是什么 李前总统表示了 现在马总统的两岸政策呢 让他认为只有看着鬼 能够形容他当时所感受到的震惊 而且在整场记者会下来 李登辉呢 他是告诉大家 要来把2012的票投给民进党的蔡英文 很显然在今天 李登辉发表谈话 他是定调匹马而来捧蔡 当然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关注到 为什么今天李前总统要跳出来 力挺蔡英文呢 他也表达了他的看法跟立场 听晓英不怕你知道 怎么挺 李登辉四字绝送给你 屁北 宝台 屁北 宝台 说九二共事是看着鬼 那国防部建军百年历史漫画内容 不见自己和陈水扁 不知道是 看着啥 经济清中 政治清中的马总统 在李登辉心中 可不够格当国家领导人 所以李登辉肯请再拜托 唯一支持蔡英文 除了蔡英文 李登辉没打算挺任何人 那王文洋呢 李登辉一句话 请他多多支持蔡英文 年轻人网站郭宗睿 台北报道 好 现在民进党太事